大家好,我们上一讲,我们讲到那个,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槽给它增加是吧,我们可以给它增加 然后呢,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准备了这么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就要用这张图片来进行,用这张图片我们来写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不要了,这个我说过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 很古老的一个做法,这个东西都不要了 这个也不要了,那么我们这里呢,我们还要另外写一个方法 Priorative 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需要几个参数 图片我们肯定是有,是吧,把图片那个 把图片先搞一下,然后这个叫,病毒数据库已经更新 然后把这个叫,那个矩形,矩形直槽 好,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这个叫,ICT. 然后它是在哪个路径下,它是在那个,我放在这个路径下 这个windows这个路径下 好,这个叫img也叫ICT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绘制这张图片是吧,绘制这张图片呢,我们往哪里绘制呢 嗯,把这些东西全部弄进来,把这种图片先拿过来 然后把这些全部搞进来 嗯,Grexsg也丢进来 好 嗯,我们要92,ICT,然后G,这些先放进来吧 啊,那么我们可以求出 嗯 好 那么我们看,我们需要哪些参数 哦,我们要掉这个函数,我们需要哪些参数 这个肯定是 肯定是那个 肯定是通过参数传进来的 是吧 一个 我们参数我们需要传一个 DOUBLE Double Double什么呢 Value 然后 Double MaxValue 我们要传这么两个值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那么这两个值怎么传的 我们第一个值我们肯定是传的 我们肯定传的是这个 它现在的值 现在的值 注意啊这个为什么要磨一下 就是 把这个拿出来 拿出来 这个为什么要磨一下 这个并不是说它现在的等级 是一个距离 距离下一级的 你需要多少等级 是吧 那么 它的一个MaxValue是什么呢 MaxValue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好 这个括号不要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传进去呢 把这两个传进去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就不是用 不是用原来的值的 我们要用这两个值 你看少个括号 好 那么这样我们的宽度就可以求出来 是吧 好 宽度求出来之后 我们来画这张图 怎么画 几点 就Image 我们肯定是要用这个八个餐的 是吧 八个餐的 我们这里给它换一行 然后一个个参数来看 Image 毫无疑问 是这个RECT 接着我们RECT里面 我们要切哪一块呢 我们要切哪一块 我们先说它显示的位置吧 显示的位置是 显示的位置是注意啊 八个餐的这里 它填的就 填的就不是宽度了 这里填的宽度就是 它下一个地方的坐标是吧 下一点的坐标 那么我们X呢 肯定是要ThisX ThisX 然后加上多少 加上我看一下 加上我们有一个 加上应该是加上这个 加上Pending 加2 这没有问题 然后ThisY Y 那么就是这个 好 第二组坐标 我们要把它绘制到哪里呢 我们要绘制到是不是 就是说 先看X的偏移量 X的偏移量 是这个 然后是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这个高度-4 加上一个这个H-4 我看一下 这个高度 高度这里有 加上一个H-4 没错 然后加上H-4 那么把这个东西并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H起到什么作用 H H应该是一个强量 H我看 H这个值 应该是个强量 H我们随便用哪张图片的一个高度就可以了 是吧 我看有没有图片高度 我们这里肯定求过图片高度 它高度没求过是吧 高度没求过 我们求一下 这个 final 这里这样吧 int int ict 的高度 高度 等于 这个高度 是吧 高度不要这样 我们看 就拿这个高度 就拿这个高度 它获得的高度 那么这个高度呢 这个高度注意一下 这个高度 虚型直潮 然后是高度 高度 那么注意一下 这个高度的话 它就变成内径了 是吧 它就变成内径 我们就不能 不能 不能这样直接在这里加了 那么就这个值 这个值它怎么样 这个值它就变成是 恒定的 它是变成 G型的高度 然后是 这个就是 不对 这个是G型的高度 然后这个是X加上一个G型的高度 我看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是 减1加上 不对 这里会有问题 我想一想 thisX thisX加上Pending 这个起始坐标没有问题 起始坐标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有问题 那这个就变成 减1 然后这个高度就变成 加2 这个是加1 加1 好 我们来 我们这里也没办法走 我看一下 对 没问题 好 这个高度有了 那么我们这个高度呢 这个它是绘制到哪一点呢 它绘制到 终止点 终止点 那么 外轴的偏移量 外轴的偏移量 外轴的偏 外轴的偏移量 它就 看这个地方 我看 它绘制到哪里 我们先把能够确定的给确定了 先看看前面这个方法有没有问题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走一下 这个地方有问题 这个地方有问题 有问题 我们来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外轴 它的外 然后 这个高度加2 高度加2 然后这个高度加1 X加pending加2 我看 这个地方没问题 然后里面这一圈 X起始坐标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外的 它的高度有问题 高度有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 高度 这个是不是加2 加2 加4看看 对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现在没有问题了 那么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X的起始点 没有错 然后Y的起始点 肯定也没有错 对吧 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那么 问题就是它的中止点 中止点 那Y的中止点呢 Y的中止点应该没有问题 Y的中止点跟它也是一样的 好 接着就是 我们看这个是Y的起始点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直接这样 直接这样 直接把这段复制过来 先让它绘制一个满的 可不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是 从图片的 0 从图片的 从图片的0 然后切到 X的偏移量是1 从0切到1 然后是 我们要什么 它的高度 是从这个 应该也是从0 切到它的高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 一个满的能不能填进去 不对 有问题 DiskX没加 我看这里 Disk.Y 加上 Disk.Y 然后DiskX SX 加上这个 是吧 然后 看 它从这里 绘制到了这里 那么起始坐标 对了 中止坐标 中止坐标 有问题 中止坐标 有问题 注意观察这张图 它这一点 正好在这里 是吧 那么说明我们 起始坐标是对的 起始坐标是对的 然后中止坐标 有问题 看Y的偏移量 Y应该是这个东西 然后去加上一个高度 接着是 这个地方是 X我看 应该是 这个东西 然后去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宽度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诶 这怎么填充过头了 填充过头了 这什么问题 高度 这个不要加吗 不对 X有问题 X有问题 难道这个2 不应该加吗 不加也不对 你看 起始坐标 然后起始坐标 一直是绘制到 EXP 这个EXP的宽度 是它的外宽度 外宽度 那么我们要再给它 减去 减去4 减去2 看一下 减去2 没有问题了 它能够填充一条了 是吧 填充一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好 现在我们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 这个地方 我们肯定不是 直接绘制宽度 是吧 肯定不是 直接绘制宽度 然后加上 这个应该是 减2 放到前面去 那么这个宽度 是多少呢 我们可不可以求 可以求 是吧 外的 先这里打下注册 绘制背景 上面绘制背景 不要管 然后从这里 是绘制直槽 这个地方是关键 然后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我们有 然后我们加上这个 看一下 看一下 现在应该是对的 不对 我们看 0 0 x 这里是加2吗 加2 然后加上宽度 看这样对不对 这样会不会出去 我怀疑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上面这个x 我们是定的 对吧 这样 这样我们把这个 把这些东西我们写多了 是吧 在这里做重复运算了 重复运算不好 重复运算不好 那么我们事先 把它提出来 各种值 出使怪 然后我们要 int intictx 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 thisx 下篇的 然后 intictx 等于 thisx thisy 加上 也就是这个 rict的y 我看一下 dx 加上 dxp的y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rict的x 这里是rict的x rict的x 然后这里是rict的y 我们在里面 是不是做了重复运算 重复运算不好 我们在这里写那么多 加加减减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一样 这个地方没变 然后这里是rict的x rict的x 然后这里是rict的y 好 我们看 这个外 这个是不是表示y的偏移量 这个是y坐标 这个是y坐标 那么y的 你要绘制中指坐标 那么我就给你加上一个高度 是吧 那么x 你要绘制x的中指坐标 那么我就给你加上一个宽度 是吧 这里是绘制直潮 然后我们是先要求出宽度 然后我们是先要求出宽度 宽度是这么求的 一个分子分模比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要反复用 反复用先把它 因为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 我们到后面还会用到 是吧 我们算颜色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还要用到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 我们把这个比例储存下来 叫百分比 叫%怎么拼啊 不会拼了 就P 那么这个百分比呢 是等于 这两个择箱笔 接着我们是这个百分比 我们去用这个百分比 去乘上 去掉一层括号 去乘上这个 exp的宽度 看这个需不需要减4 exp的宽度 需要exp宽度减4 然后把它转成int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宽度 是吧 那么这个百分比呢 求出宽度 求出 求出 先求笔值 就是说这个value比上 max value 对吧 我们取出笔值 然后 求出 宽度 接着我们要 求出 颜色 颜色怎么求 颜色怎么求 我们来观察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的宽度 是不是 256啊 我刚才写的是 256 对吧 那么这张图片的宽度 它这个颜色呢 颜色的取值范围 颜色如果把它分成 一小格一小格的话 我们从0开始编号 是不是从0号一直编到 255号 是这样对吧 那么我们要在0 0到255里面 我们要取哪一个呢 我们来 要取哪一个 那么是不是取决于这个笔值啊 这个我们让p p去除以 imageiECT 我看 imageiECT的 高度是吧 我们再求它一个宽度 这个宽度 宽度 嗯 宽度 emg imageiECT 嗯 这个复制一下 求出图片的宽度 是吧 嗯 前面我们加个image啊 这样好 好 区分里面的 区分里面的变量 然后它是获得它的 get wide 啊 获得图片的宽度 宽度 好 那么这个图片的宽度 我们有了 是不是我们这样除以图片的宽度就可以了 是吧 把这个都改一下 好 嗯 这个图片的宽度有了 那么我们这个 我看啊 这个p 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应该是乘上 乘上这个图片的宽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 嗯 嗯 这里给个变量 int sever severindex 等于 这个 然后强转成int 啊 强转成int 啊 那么我们这个 是不是从它的这个 severindex 一直取到severindex加1 是不是我们切这么一块 啊 我们来走走看 走走看 哎 不对了 有问题啊 有问题 如果不写这个东西 零的话 这里还有问题 我把前面的东西改了吗 没改啊 image宽度 image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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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动 看一下 哦 这个地方 地方刚才换了 把this x给插掉 这个不能插掉 this x 这个东西插掉 问题大了 this x 然后是 然后是 this y 这个this x和this y 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去掉 去掉会有问题的 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啊 位置到哪里去了 哎 这个不对啊 this x我已经求过了 它给我换到哪里去了 它给我换到哪里去了 屏幕上没有 嗯 我看 这个地方有问题吗 这个地方 this x this y 我们看擦干净了没有 哦 我这个地方 this y怎么加了两次啊 加两次肯定不对的 它坏到屏幕外里去了 好 嗯 那么我们这个subindex subindex 还是加进去啊 然后subindex subindex 加1 我看一下 嗯 加加加加 哎 它可以变颜色了是吧 啊 可以变颜色了 没有问题 啊 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一个柱状的 这么一个图 我们就这么绘制完了 是吧 好 很漂亮啊 很漂亮 我们给它显示一个颜色 啊 显示一个 嗯 嗯 嗯 这个地方啊 我们显示一个 我们再给它几个参数 string 嗯 给它一个string 嗯 给一个title 然后再给一个什么呢 嗯 然后再给一个 string string value 嗯 value有了 string 那个 string number 嗯 这个 啊 名字起的不好 就就叫number了 好 那么我们绘制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还要显示它的标题是吧 啊 我们要显示它的标题 它的标题显示在哪里呢 我们先换一下 几点 jore jorestring 啊 这个东西我也不做图片 因为这个字太小了 啊 string 是显示这个title 然后 然后 然后它显示在哪里呢 显示 this 显示在ICT的X 我先让它显示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ICT的Y ICT的X RICT的Y Title 我们这里 传一个进去 title的话 我传一个 下一集 啊 下一集 然后 这个地方 我们传一个 我们给它一个呢 好 我们来走走看 走走看 下一集 它显示在这里的是吧 我们上次说过 它这个string啊 string 它这里 它这个地方 它是按照左下角来的啊 不是按照 不是按照那个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让它绘制白色的啊 先 只点 setColor 等于white 然后 只点 setFont setFont 等于 newFont 然后是 黑体 黑体 font 点那个 初体 然后是 那个 给它显示 我看啊 高度是32 那么我们就让它显示30 看看效果是怎么样 嗯 然后下来一点 来 再给它加上30 再给它加上30 看 有问题吗 哎 没有问题啊 下一集 显示出来了是吧 显示出来了之后 我看啊 这个太大了 太大了 给它20 20 下一集 哎 我看这不 怎么加了这句话 变卡了啊 这我们调查一下 是什么原因 下一集 下一集 嗯 是不是这个Font它创建 因为这个new的关系啊 看一下 不要用new 我们给它定义成常量啊 privative final 那个 final font 嗯 给它取个名字 叫 嗯 df font 啊 它等于黑体 粗体 20号字 我看 这个set 直接给它这里 看看会不会好一些 还是难道它画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卡了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那个下一集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显示呢 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因为它是跟着这个外 跟着这个外来的是吧 啊 这个地方问题不是太大 下一集啊 那就那就显示在这里吧 啊 就显示在这里 x给它稍微加一点 啊 加上个4 看看效果 下一集 然后我们看 我们给它加 没有影响是吧 没有影响啊 没有什么影响啊 那么这个下一集 嗯 下一集还是就就这样啊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呢 写好了啊 还有这个string number 是吧 string number的话 这个样子啊 我们那个 这样 f f f 他如果不等于n 不等于n 的话我们才来绘制这个 是吧 我们这里先tubu一下啊 嗯 绘制数值 啊 绘制数值 嗯 看直接把这个value 啊 这个这个等以后再说吧 啊 好 那么这个方法 大家想一想 这个方法 我们 我们在这里要用 对吧 我们在这里要用 然后我们在 这里是不是也要用 肯定也要用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方法 怎么写到积累里面去啊 写到积累里面去 嗯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 layer 啊 在这里加一个方法 嗯 这个叫 绘制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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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爆红的东西呢 嗯 expy 的 哦 这里要调expy 的 expw 是吧 那我们想个办法啊 啊 啊 我们先把那个图片复制过来 这个先改成 protected 嗯 protected啊 然后 我们在这里把图片拿过来 图片我们是要这张 啊 要这张图片 然后这个 嗯 图片先拿过来 嗯 嗯 不对 从这里到这里 是吧 嗯 从这里到这里 嗯 接下来把它复制到这个里面 啊 复制到这个里面 我们看还有哪个爆红呢 爆红呢 我们一个个看少什么要什么 少一个字体 把字体拿过来 啊 现在这样写写 到后来我们在写 那个数据 数据显示的时候 要说一掉就可以了 啊 默认字体 默认字体 好 这个还有一个 expy 我看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这里没用到 是吧 嗯 是在这里出紫块的 是在这里出紫块的 我看它是pending 然后 图片的 imagine line imagine line 它取了什么东西啊 啊 取了它的高度 取了它的高度 加pending 经验值坐标 嗯 经验值坐标 我看 那么这个地方 remove line坐标 然后 经验值坐标 是要根据 根据它来显示的 是吧 这个没关系 那么我们 我们这样啊 我们再加参数 把这里 把这里的参数啊 我们传 再传进去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在这里再加参数 加int int int x 然后再加个int y 好 intx inty 然后这里就变成了 是 这里就是y 啊 y 然后这里也是 y 不对 这个是宽度 啊 y有了 然后 x x是加pending 没有问题 x是 x 总归是总归是那个加pending 这个没有问题 而就是y 是吧 y然后这里 exp 还有个宽度 宽度我看一下 宽度 宽度这里是恒定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写到 嗯 宽度就把它写到这里去 写到这里来 曲行直潮宽度 哎 宽度就是这个宽度 宽度 我看 就是这个宽度 没问题 那么我们就掉这个宽度 嗯 掉这个宽度 我想想会不会有问题啊 就是它的 噢 不能掉这个宽度 不能掉这个宽度 掉这个宽度 会有问题 我看 我看 point 把这个 把这个宽度 直潮宽度 啊 啊 G型直潮 这个是图片宽度 图片宽度 是吧 那么我们这里需要一个 嗯 这里啊 我们需要一个 那个 ICT的宽度 一个是图片宽度 一个是默认宽度 那么默认宽度 它是等于 等于什么呢 final啊 在构造池底初始化 啊 这个在构造池底初始化 默认宽度 啊 这个地方 要在构造池底初始化 这个东西 初始化这个东西 没事 我们就给它 给它弄成这样吧 嗯 就给它 把它写在构内里面 这个东西 也没有太大关系 啊 CreativeFinalInt 这个是 这个才是直潮宽度 是吧 直潮 G型直潮宽度 啊 那么这个就叫 ICTW 啊 ICTW 然后 这个ICTW 我们在这里初始化 等于 好 嗯 好 嗯 嗯 嗯 我们给它搬到 FULATE里面去 嗯 ICTW 好 搬到FULATE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以后 显示那个什么数据库啊 什么本地记录啊 我们直接掉就可以了 是吧 哎 这里报错了啊 报错啊 这里 这里个编译还没有过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这两个东西已经用不着了 我们删掉啊 不要让它编译报错 这个 初始化外坐标 外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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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初始化一下 外坐标还是要的 外坐标是要的啊 外坐标到时候我们把它当做参数传进去 啊 好 这个外坐标 我们在这里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参数传进去 是吧 好 我们要走走看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那个 负类里面 我们可以写在 把它写在了那个G类里面 下一集 好 那么 这个东西呢 下一集 这几个字啊 这个 这几个字 算了 就写在这里了 这里用一点点 用一点点 这个字符穿问题不大 我们量不是太大 好 我们看把这个没有用的包全部删掉 没有用的包删掉 删掉 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下面这块白的是吧 这块白的呢 那是这样 这块白的我刚才 我刚才准备了这么一张图片 准备了这么一张图片 然后这张图片呢 大家随便去搞一张图片 往这一贴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们把这个类完善一下 下面的快结束掉了 a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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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一张图片 是吧 background 再一句话过来 然后这个是什么 img 叫 sign 然后 这个是graphics 下的 sign graphics 是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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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是不是写过一个 在记录里面 我们写过一个那个 这个东西上次是在哪个类写的 是在那个 是在next 在next这里写的是吧 这个东西我们也要把它 也要把它写到那个记录里面去 我们也要写到记录里面去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就哪里都能用 这个方法以后还有其他地方要用 正宗绘图 然后给它改成protected protected protected protected正宗绘图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只要在这 掉一下就可以了 this. 看到没有 这就是封装的好处 你这个东西你一次写出来之后 我其他地方我只要掉一次 我就能完成差不多的效果 我看 诶 没掉到啊 图片找不到 strin tngs tngs sign.png 没错啊 把这个图片丢进去 然后你给我算 有了 这刚才可能哪里哪个单子拼错了 复制粘贴一下就好了 那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你随便去找张图片往这一沾就行了 这个东西最简单的 我看 然后呢我们那个图片基本上就是这些图片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 再来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些图片啊 我们都写在自己的这些类头上 都感觉有点乱 是不是啊 我也感觉有点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我们新建一个静态类啊 我们叫 我们就叫img 然后我们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 不创建对象啊 这个类 把这构造函数私有化 就是说不能创建这个对象 然后里面呢 我们就专门写这些 写这些静态 把这些图片全部放到这里面去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看啊 全部放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改成public 啊 那么外面就可以用了 是吧 啊 这个东西删掉吧 啊 sign 我们看 然后我们这里调起来呢 我们只要调img.sign 就可以了 把图片我们写到一个类里面去 让它统一管理起来啊 让它统一管理 好 我们把图片全部搞进来 个人签名啊 这个是个人签名 这些图片我们每个类写一下 找起来真不好找 啊 找起来真的是不好找 然后我看把这些图片哪些是图片的啊 图片全部弄过来 这个是 windows image 啊 windows image 我们先把它搞进来 啊 public 这个叫 窗口图片 嗯 嗯 这个啊 就叫窗口图片的 好 那么我们这些计算的地方呢 我们就不 嗯 我们就不是掉这个 是吧 image 嗯 这个就叫 window 啊 这些命名也有点乱 有时候后在写前面 有时候写后面 嗯 嗯 嗯 这里可能是比较枯燥的工作啊 大家自己去做 大家自己去做 我这里就稍微做快点了 嗯 然后我看还有哪些图片 把图片反正 把图片全部全部捣鼓到那个里面去啊 把图片全部捣到那里面去 下面还有图片吗 嗯 这里全部拉走 好 image 啊 这里是number image 把image都删掉 然后我看 嗯 把这里 凡是带这个img 下滑线的 我全部改成img.i 大小写敏感 然后全局替换 好 那可以了 我看是不是还有图片 名字起的不对啊 还是怎么说的 明字起的不对 还是怎么说的 image sign 先撤销一下啊 先撤销一下 这替换可能出现了点问题 呃 这个是 image.number 真能找到啊 哦 这里是parative 是吧 这不能是parative 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img.number 全局替换 哦 这个不对啊 这个不对啊 这个不对 image.iect 把这个换回来 image.iect 改成img.iect 啊 再替换回来 嗯 这个 这个是要的 好 image.iect 没有iect 知道吗 有啊 public static final去掉 final去掉以后会有用 我先不告诉你干什么用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 cannot found 哦 这里明明有一张啊 image.number 也换回来 好 这个没问题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换回来 image.number 我看看还有哪里报错的 哦 这里是吧 这里我看 我看有几个啊 替换成9个就对了 这里是 ing.windows 9个 没问题 好 这个可以掉到了 看看还有哪里有问题 啊 这里 这里 image 所以有时候这个画红线啊 还是蛮好的啊 我们在做这种替换工作的时候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哪些地方替换了 哪些地方没替换 好这个类没问题了 我看上面还有多影的包 这个image包肯定是多出来的 啊好 那么这个去掉 我们先来 先不要走 我看还 还肯定还有图片啊 肯定还有图片 把所有的图片都捣鼓进来 about里面没有了 呃 background background 这个临时的 临时的先让它去 嗯 bot里面也没有 database 啊 database 啊 database 这个叫 数据库窗口标题 是吧 嗯 啊 把它替换成 imageDB 嗯 这个改成public public 啊 嗯 然后这里也是有多出来的包 啊 一个个来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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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 嗯 短地记录窗口标题 还有 game 啊 这个也拿过来 这个是 这个叫 img disk 嗯 嗯 写到这个类里面来 嗯 写到这个类里面来 方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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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final去掉 final去掉 我们以后有用啊 这个 game game 它掉图片的时候 这里出问题 是吧 那么加个ing e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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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少的话啊 图片少的话 问题不大 但是说图片多的话 图片多的话 管理起来就不好管啊 管理起来就不好管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把它就把它全部用一个类统一管理起来 这个类就相当于一个图片库一样啊 它相当于一个图片库一样 然后到时候呢 到时候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你图片比如说这种路径什么出问题呢 你只要到这个图片库里面啊 到图片库里面去去改 不用到一个个类去找啊 用这种方法呢 嗯 这个 嗯 嗯 取名字取决 Level 嗯 LV 两个字 两个字太 太少了 嗯 可能会有 嗯 Level 好 然后这个是 img Level 好 嗯 嗯 嗯 看 好 这里肯定有废掉的包 嗯 next next里面 啊 next里面有这个是吧 有这个我们一会再说啊 point point有 啊 point有 把它弄到这里来 嗯 嗯 嗯 窗口标题 嗯 分数消行 然后这个是point remove line 把这里替换掉 嗯 嗯 嗯 emage.point emage.point emage.remove line emage.point emage.remove line emage.point 嗯 好 最后一个 我看这个注释没写啊 嗯 嗯 哪里还红的 啊 访问权限 好 这个地方 好 又费了两个包 嗯 好 接着还有这个next 嗯 next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这样 直接把这整个一段 固执过去 public 好 嗯 就要 下一个的图片数据 是吧 嗯 我看这里改成 emage.net 好 我们这个图片都 基本上弄完了 啊 再检查一遍 还有没有遗漏的 这里没有了 哎 这里怎么还有 哪里还用到image 啊 没有 这个是传一个image对象 对吧 这个没问题 about 背景 bottom 这个 我看一下 disk game 嗯 这个没关系 这个是常量 next point 好 我们把图片都搬加搬好了 呃 我看这个image内容 close add 我们看这些图片 我们全都整理到这边来了 是吧 嗯 整整理到这边来了 嗯 嗯 好 那么我们把图片稍微整理了一下 那么 这节课呢 其实关键不是这个啊 关键是要大家掌握 掌握这个啊 就是说 我如何显示 让它就是说 上节课我们讲的宽度 是吧 这节课我们讲的变色 啊 你要掌握这个东西 嗯 回去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都写出来 好吧 嗯 那么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